我一次就是很嚴重重感冒 在家裡這樣 然後我那時候還想說 我男朋友怎麼這麼貼心 還特地來家裡就是照顧我這樣 然後我想說 這男生也太貼心 然後因為我們家有養狗 然後養狗 然後我們都會有遛狗的習慣 就這一隻 好可愛喔 這隻 有遛狗的習慣 然後可是因為我那天重感冒 然後我就想說 然後我男朋友就很卡我心 他就說 好啦 不然我今天幫你遛好了 我說天啊 也太貼心 好 我叫他出去 我就在家裡就是繼續躺著 半個小時後 人回來了 狗戀回來了 狗沒回來 狗不及了 這一隻 不見了 我真的又想敲死他腦袋 又不是我重病 對 又不是我重病 我真的 後來我就拖病體 我就說你到底在哪裡不見的 他就說他 他帶他去公園 然後公園他看到沒有人 然後地方也很大 他想說他把繩放開 讓他到處跑這樣子 但是因為我們家狗 屬於會容易爆衝的那一種 所以他一跑就不見了 叫不回來 就叫不回來的那一種 或者有貓出現會去追什麼的 這一種應該會怕貓吧 對 這種他超怕貓 應該被貓扒過臉 所以他怕貓 對不起 我誤會他是男子 對 他怕 然後後來我就沒辦法 我人還是得要去找 我大概在我家裡附近 大概找了大概兩個多小時 快三個小時 就是後來有找到 但我找到那一瞬間沒多久 我就被送急診了 因為我是重感冒 對 我找到我回到家後 我就發現我真的不行 我絕過去了 對 絕過去了 但我真的那時候真的很想 就是再次敲死他腦袋 因為你人回來 你為什麼不會去找 然後他就說他找了 然後他實在也找不到 他只好就是想說 那就等死這樣 他應該打電話給你 他繼續留著在那邊找 對 他人就先回來 然後拿著狗墊回來 然後狗不見 狗墊跟人回來這樣子 好